主席,關於這個城市基金的存廢 社會上當然也有社會上的意見 在報紙上就知道,應該叫做收檔 這個城市基金究竟應該存在還是廢除呢? 這份報告出來之後,答案也是一樣 叫你收檔 ICAC的建議也是叫你收檔 很清楚了,現在你撐,為何不收檔? 我們再看最新的文件,ICAC的封信很清楚 加上一點一段,其實我準備的材料是一點一段 今天,第一個部分 很清楚的建議是 你就不是在扭,我從經濟上考慮 政策上考慮,旅遊事業上考慮 不用了,自由行業已經佔了三分之二 搞甚麼城市,你不搞城市,你都來買LV 你這個部門也可以收檔 我現在告訴你,你做了甚麼出來? 帶動香港經濟 整個GDP說了幾個% 自由行業佔了三分之二 是嗎?這就是事實 搞農屍節來吸引自由行業來香港 大陸的農屍節比你九倍厲害 很簡單 這個城市基金發展到今天零九年到現在出現的問題 很清楚 有人會懷疑你從政治上考慮 繼續令它存在 你憶自己有 坐在這裏的陳鑑林是民建聯的 上次來這個作工的高志森 長期支持政府的 現論 憶自己有 政治上考慮 我們是從行公兩者角度 我不會告訴你這筆 對嗎? 但是有眼睛看 現在你不出事便好地地 憶自己有,憶陳鑑林,憶他拿票 沒有所謂,憶民建聯 很多東西是憶民建聯的 居議會、撥款 我們是大黨 共產黨外圍 你覺得我們沒有負 聽我說完 你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說 你有政治上考慮 才令你當ICS的報告是廢 第二 政策上考慮 政策上考慮 你現在可以回答一塊塊 包括你這麼善辯的黃秘書長 你也是回答一塊塊的 專員也是回答一塊塊的 經濟改善了 當初就說因為經濟 可能要把你計算這麼多錢給你 你帶動香港什麼經濟 搞場萬聯 又拿了票 大哥 我還要在英國買 我免得 我跟林健鋒說沒有票 他想關照我 我當然不要 如果是的話 師相授受 都不行 大眾都不能參與 錢就政府給 有份資助 基本上就是要收檔 經濟上考慮 你剛才回答了 你是不同意 這個ICS的說法很明顯 你左兜右兜都沒有用 你是沒辦法解釋 為何在2012年 財委會增加撥款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報告放下去 一放下去 就不會給你錢 你給他回答 放下去就不會給你錢 你還沒講完 我現在問問題 開始 我開場白 那個是 我現在問問題 主席 秘書長 即是說 不認為廉署建議 叫你停止基金 但他的說法是很清楚 是嗎 即是叫你把剩下的錢 還給政府 那又不是停止基金 這個叫做 秘書長 那麥先生 我問不是你問 你問他 秘書長 主席 我們在回覆委員會那封信 我們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看法是怎樣 所以我不在這裏重� 至於黃公民議員問 政策上 需不需要 城市基金繼續 我們是有做一個考慮 我們去 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去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我們是有一個討論 當日經濟是有改變 好像剛才專員說 經濟是有改變 但我們也是考慮有其他因素 所以才建議給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去考慮是否再撥款 讓我們繼續成為自己的財務委員會 主席 我們包括 我想很多 你先回答 你先回答 我做主席 好嗎 謝謝 你不要這樣插進來 我就不能做 待會你坐在這裏 你現在回答 你回答完了嗎 我不想跟你吵架 主席 我們剛才解釋了 防貪委員會的報告 我們裏面的內容 我們全部都有執行 我們對待這個意見 就是等於我們在考慮 是否繼續成事基金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有考慮到 防貪資訊委員會委員的意見 好 玉文 現在擺明就出事了 你考慮了他的甚麼意見 他的具體主張建議 你考慮了多少 做了多少 如果做了 就不會出現現在的問題 是不是 在報告中說 牽涉不當行為 現在有些人變成ICC案 有人去舉報 對嗎 問題是 大家牛頭不回答嘴 廉署針對基金的運作 是否資生貪腐 他是從這個角度考慮 再告訴你 現在你的經濟情況 又很轉 現在你這件事 又容易資生貪腐 因為你牽涉到 有些商業名稱 牽涉到 你交給別人 然後撥了錢 你無法監管 這是出問題 現在是 ICC案一定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那說法 你是容易資生貪腐 而事實上 已經是資生貪腐 你是沒有 即是 聽ICC的意見 這已經很清楚 你繼續說 鄰近的都市 花不少資源 舉辦大型活動 我們要保持旅遊實力 吸引不同的旅客來香港 所以基金有必要保留 但你也無法回應 ICC的資生貪腐 如果你無法回應 你就應該要接近 ICC的意見是很清楚 在2012年4月17日 立法會財委會上 政府在申請到 增加基金賠款的時候 是沒有提到 ICC的意見 我要你再回答一次 當時的考慮是否 當它不是的 好像波剛才問 不是當 主席 我剛才專員也解釋過 在我們書面給委員會的信件 我們也解釋得很清楚 但我們現在接受不到 你可否有一個新的解釋呢 很簡單 你有沒有一個新的解釋 你在面對現在的責難的時候 你可否去想想 以你反應這麼快 你有沒有一個新的解釋呢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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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可以 要求委員去看我們提交的文件 在我們整體的信件 是 這封信的第十三 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四段 那你現在解釋給你 你解釋一點點吧 給你 因為很多人沒有看到封信 我們很多觀眾都沒有看到封信 回覆防貪署 交代 落實 這些執行 報告裏面的建議 有建於經濟情況改變 對成立於經濟困難時期的城市基金 是否應該需要持續抱有懷疑 並提議 旅遊事務署應考慮 將未用的款項歸還給政府 旅遊事務署向防貪署表示 在2011年進行 關於城市基金未來路向的檢討 該署亦確實在其後 將意見納入2011年的城市基金未來路向的檢討中考慮 而檢討的結果 也是剛才專員有提的 就是 香港的經濟情況確實有改變 但面對鄰近城市 爭取主辦城市的激烈競爭 因此旅遊事務署認為 城市基金應延續運作 但應作出修訂 而我們在2012年提交給政府財務委員會的文件 也解釋了2011年檢討的結論 我們當時的看法 就是防止貪污署的報告 著眼於防貪角度 為城市基金加入一些防貪措施 建議已經落實了 而防貪署的信件中提議 旅遊事務署考慮將未用的款項歸還政府的內容 及防止貪污是無關的 而是提出關於政策方面的意見 不過旅遊事務署亦按提議 考慮有關的意見 因此我們沒有在財務委員會的文件中 提及防貪報告或防貪署的信件內容 毓民 一個政策的實行 在實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 那個政策已經出現了一個 特別在你這個政治基金裡 那個資生貪腐的現象已經很明顯 所以 以ICAC 的說法 它不是純粹從防貪的角度 也有政策的角度去考慮 你有甚麼需要 對嗎 它不是只是說 你防貪做得不好 那你沒有需要 就不只是這樣說 對嗎 對嗎 你這個政策 那個木已經是腐爛了 對嗎 你已經是腐爛了 所以叫你停 你的理解和他的理解不同 大家現在說 我沒有用 因為叫ICAC的人來 對嗎 問題就是現在很清楚 你們用自己的判斷 覺得沒有必要 將ICAC的意見向財委會增加撥款時披露 對嗎 這是你的判斷 你就是為這個判斷去承受責任 你當民意代表是廢 當我財委會撥款 我的委員全部都是廢 對嗎 所以我告訴你 這是一定要譴責 第二部份 第一部份不說 大家已經很清楚 扭來扭去 都是繼續有需要存在 但公眾就認為 你沒有需要存在 你應該要收檔 現在說第二部份 我要問的問題 是2.8、2.9段 被拒絕申請的比例偏高 這個問題 我們可否讓其他同事問 這個ICAC 那裏 你有沒有時間 如果沒有時間 我可以讓你先問 不要緊 第二個問 因為今週一 我們希望要問ICAC 好嗎 主席 我想看看2.8、2.9段 主要是被拒絕申請比例偏高至69% 我的問題是 那些被拒絕申請 因為不符合基本原則 或者沒有辦法通過評審 其中有些沒有特色 我想知道的就是 這個評委會的任命 以致整個評審的過程 只有商經局去管制它 或者監督它 應該這樣說 因為它自己獨立 外人無從則知 極不透明 那你拒絕的原因 為何不告訴申請的機構 然後等它下一次 可以改善 或者讓公眾知道 其他人又可以申請 因為你不夠透明度 可能有很多人想到 譬如在第二級 有很多人比農屍折 沒有其論 你也要讓其他人有機會 因為這是政府的錢 所以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是不是有改善的必要呢 是 副主席 是 多謝主席 議員說得對的 我們當然也應該是讓 那些 申請未能成功的人士 如果他想知道 他為甚麼事會失敗 我們是樂意提供資料 過去也有 我們沒有主動做的 就是我們通知他 你失敗的時候 詳細列出 他那個失敗原因 我們已經接納了審計署的意見 從今以後 我們在平月申請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評分 他不達標 即是說失敗的時候 我們會主動把 為何他失敗的意見交給他 等他可以 如果以後再有興趣 申請盛事基金的時候 可以改進 多謝主席 林議員您想不想答 就著有關透明度的問題 剛才副專員也提及了 我們評審委員會 也就著這個問題 作出一個討論 我們將會在未來的申請 如果有申請不獲接立 我們會告訴他 他有哪方面 是不達標的 讓他知道他失敗的原因 以後如果他想再申請 可以就著那幾方面來改善 毓民 謝謝主席 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財政懲處 在2.10段 秘書處是怎樣發現 那些機構不遵守協議的行為 是怎樣去發現呢 謝謝主席 有不同的情況 當然我們做了這麼久 我們懲處了9個城市 其中有5個城市 我們也是在昨晚提供的資料裏面 有一個列表 是給委員看得到 那就是譬如說 一個很著重 我們很著重的情傳 就是當他的總參與人數 即是說觀眾 或者是其他參與者 總參與的人數是不達標的 因為我們畢竟這個都是為了促進旅遊的一個項目 我們答應了兩件事 第一是促進旅遊 第二是讓本地市民都可以參與 所以如果參與人數不達標的環 這個就很明顯 在提供給委員的資料裏面都會見到 有5個個案 我們是做過這些 另外一種情況 我們為何會提供 會施加一個呈善呢 就是我們都希望 盛善能夠帶給香港好的宣傳作用 不論是本地還是外地 如果這些盛善 它是有一個負面的報導 引發起一些負面報導 對香港的形象是有損 諸如此類 我們也會考慮施加懲罰 過往也有做過 第三種情況 就是盛善有一種很特別的承諾 譬如說它會打破一個什麼記錄 或者它會有一個很大的展示 但是它做不到 這個時候 我們也會考慮施加懲罰 過去也有這樣的個案 謝謝主席 主席 其實我剛才的問題很簡單 可能太簡單 他就回答了 為何施加懲罰 我又說你怎樣發現 即是有些機構 它是不遵守協議的行為 因為據報告所列 很多個案是事後 甚至有媒體報導 或者有市民投訴 你才發現它違規 我這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你被書處平日被動 等待機構提交 進度報告 事實上 很多都是因為撥款日期 和活動太接近 沒有提交 還是會定期 你會派員去核查它呢? 我想知道 你秘書處的作業 在你將會 或者決定要去私家懲署之前 你的消息來源 以及你獲得消息之後 你怎樣處理 以及 為何一定是依靠這些消息來源 有沒有其他消息來源呢? 你會不會主動派員去查核呢? 就是這樣 專員 副主任 多謝主席 也多謝議員 我希望答得再精準一點 我們其實在整個城市的籌備過程 以至城市舉行的時候 我們不會單單依靠 城市的主辦機構提供的資料 以後的實際 都不會 我們都盡量 我們自己的觀察 或者我們在其他地方找到的資料 我們都會看 舉個例子 我們給了委員的附件裏面 講到的懲署裏面 其中有一個項目 那個懲罰都頗大 我們最後強了它 大家想提一下哪個文件 就是 JEN13 R62 SOOK3 NXC 大家看看 多謝主席 如果你說什麼 哪個文件 麻煩你 因為我也是今早見到 我也看不到那個籤 對不起主席 我繼續下去 譬如 我們購款 購了35%裡面 那個 你可不可以說 Case 2 Case 2 Case 2 在那個 就是在我們這一份 Case 2 你再說 我們有了 我們購了35% 其實我們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他的表演 或者是那個 城市進行中 我們不止一次 是有同事去他現場那裡觀察 究竟他人流情況是怎樣 甚至專員本身也都有下去觀察 看看那個成形是怎樣 於是我們就有 從我們這些觀察 以及我們再問回大廈管理的公司 究竟他覺得當時的人流情況是怎樣 從我們這些觀察 以及其他的證據 我們就可以反證到 當時那個城市主辦者 提供那個 城市參與人數的數目 就是有可疑之處 最後我們就是 決定提供私家一個懲罰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有一些 譬如我們說 剛才 有一些 城市 譬如說 決定在他的城市舉行的時期 以一個大風車去吸引 傳媒的報導 也是我們當時撥款的一個理由 就是他是一個新的項目 但是我們後來都知道 他是做不到大風車 因為他在申請的批文的時候 好像出了一個問題 那時候他既然沒有了大風車 即使我們派同事不斷去參與準備會議 亦都在臨場的時候 有很多同事 即是我們的同事 也都下去很多次 去希望可以提高一些意見 但是那個處理都是混亂 而引發了媒體在當時的負面報導 這些都是我們一些客觀上 或者是我們自己搜集到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 我們是減他的款項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秘書處做過的工作 所以不會單方面 只是信納城市主辦人所提供的資料 多謝主席 郭文贏 主席 財政懲署大約是佔款15至40% 看資料10萬至100萬不等 那這個懲署的水平呢 即是你怎樣定呢 是嗎 是 即是 剛才聽你的說法 如果傳媒有負面報導的 或者課不對版的 都是一個要懲署的一個理由 但是你那個準則是怎樣定 是怎樣懲署 多少錢 是 主席容許我找一個文件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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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是給城市的主辦單位去搞城市 我們有最高支助額的50%的錢是扣起的 我們是要等到交完評核報告、審計報告 以及我們的秘書處完成了評審 完成了我們的檢查工作 向評委會報告了 評委會亦都向城市基金管制人員作出了建議 而城市基金管制人員決定了之後 我們才會將餘下的最高50% 或者如果有私家懲處的話 不足50%的款項交給城市受載人 即是說在一些需要的情況下 我們第一個做法就是我們可以有50%的款項 不發放給城市基金的受載人 再如果我們在城市舉行之前或是期間已經發覺城市很差 但我們以往沒有這些情況 很差的話 我們亦都可以即時終止這個合約 多謝主席 庸文 在2.12 段 審計署指出 吸引力的新城市很貴乏 事實上亦都是這樣 你看看-6A 24 項城市大半都是重複的項目 基金說要吸引新辦或依據規模和名氣的城市 秘書處和平審委員會或城市基金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研究 或者找一些你們的心儀 或者可以促進旅遊業 海外或本地的城市 有沒有自己主動嘗試聯絡 那些有潛力做這些城市的機構 還是被動還是靠他們去申請 這個問題是 這個答案 翁先生 多謝主席 我想這裡有三點向大家報告 第一就是我們每一次 現在那個城市基金的制度 就是第一層 第一層就是一些國際上 或者是由商業機構有份刑辦的活動 第二層就是 2009年的時候我們一直都做開的 就是一些本地非牟利的組織 就是他有舉辦城市的那個建議 每一次我們去找第二層這個機構的申請的時候 我們都盡量做多些宣傳 令到希望更加多的非牟利機構 他知道了 他會有這個建議進來 有需要呢 其實我們也是會搞一些間部會 讓他們更加了解城市基金的情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其實 一些城市 如果他只是做一年 或者只是資助他一年 他未必有辦法 是可以很快 成為有水平 或者是 真是很受歡迎的項目 所以是要一定的時間 需要我們 可能是 資助他多一次 等他慢慢有機會成長 第三 委員提出來也很適合 我們也不是坐在那裡等 有申請來的 特別是我們在一二年去完這個 財委會得到 財委會的批准 將城市由本來的一層 擴充到兩層的時候 在第一層 我剛才所說的 一些比較上國際性 有規模 有知名度的城市 我們也是透過一個 我們顧問的研究的報告 找到一些 可以考慮的活動出來 我們也在過往 也有接觸過 裏面部分 一些活動的主辦者 到現在我們 跟有關 可能可以來香港 舉行 國際性的城市 我們跟個別的主辦機構 我們正在談 我們也希望這方面的討論 能夠快些 達到一定的階段 令到這些活動 有可能在香港舉行 多謝主席 翁雲 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2.13和2.14段 就是基金城市的成果和目標 在2.13段 審計署的報告裏 列出有六項 有關成果和目標 包括城市成果 B. 城市為本地 港人創造有新職位的數目 C. 城市參與者 D. 本地和外地傳媒 對城市的報道 E. 以開發具特色的旅遊產品組合 F. 向參與者、觀眾和主要廚兒分者 搜集回應 審計署指 有些行人可以隨意往來的 露天場地的城市 是沒有準確點算參與者或出席者的人數的 其實這類城市在露天場地舉行 一定會有媒體報道 於是機構可以用D. 本地和外地傳媒 對城市的報道 F. 向參與者、觀眾和主要全份者搜集回應 用來代替B. 城市為本地港人創造有新職位的數目 及C. 城市參與者的人數作為衡量 這個成果指標 即是有關機構 它有沒有提交類似的結果給秘書處呢? 因為秘書處自己會派員搜集 去瞭解一下參與者的回應 我想知道這個舉行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問題 是議員說得對的 其實在露天場地舉行 審計署都向我們指出 是的確在那個數算人數裏面 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但是呢 好像剛才黃議員這樣說 我們其實是透過很多旁邊的證據 比如說我用盛事C.1作一個例子 當年在這個盛事的第一次舉辦的時候 當然媒體、我們的電視台、報紙、文字、報章的 全部都有相片、圖文並茂去報導 亦都有一個估計人數 我們亦都有同事親身去參與 我自己都在場 我們亦都看得到那個場面是有多大 我們當時看到的整條廣東道都是人 我們陪著那個巡遊隊伍一路走的時候 見到沿途都有很多參與的觀眾 亦都有表演者 第三樣東西就是當年 由於是第一次舉辦這麼大型的活動 警方亦都很關注那個人流控制的問題 警方曾經有公佈過一個數字 就是這個活動是有六千人的參 是六萬人的參加 對不起 是六萬人的參加 從這幾個我們自己基金被書處人員 我們自己親身在場的觀察 從媒體的報導 從警方那方面給我們的數字 以至是從這個活動的規模 因為由於當年是一個打破世界紀錄的 一個一千多隻獅子 我們是有一些客觀的證據 可以證實那個參與人數大概是多少 謝謝主席 是 毓民 因為我時間差不多到了 我問最後一條問題 給我自己預備的那些欠缺問題 我剛剛回答的問題 我們問了一個問題在 正四第十三段 我先放到一個記錄 好嗎? 接著一問 因為剛才說 黑勤第一個問題的時候 就問到關於創造職位的問題 我想有些跟進 剛才陳鑑林議員就說 喂 那些人出糧都不是這個城市基金的錢 是那些熱心人士的捐款 是嗎? 如果審計處相關的報告 對這些所謂的受薪職位的質疑 那對你不適用 是否應該這樣說呢? 對 主席 我只是說出一個原則的事實 是這樣的 我不敢批評審計處 在他們審核的過程中 對我們的批評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毓民 我問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 在2.16段 當局報稱十六項城市 在舉行期間創造了一萬個職位 但報告中說 大部份都是為期極短的臨時職位 很多都是為期一至數日 如果相關政策局部門回應基金被書處 受申請提出諮詢時所作出 所創造的短期職位 對勞工市場影響微不足道 甚至全無影響 這是很清楚的 在2.16段 2.17 說 如果像上文2.14 豁回A段所述 雖然秘書處人員在實地視察 點算在場主辦機構員工人數 但沒有即場隨機查核 為城市聘用的有新員工人數 其後也沒有檢查主辦機構的招聘 和薪金紀錄 因此由主辦機構情報的創造 有新職位數目 可能存在誇大的風險 所以他就以C4這項城市 即是與陳鑑林有關的 做一個例子 我想先聽聽秘書處的回應 另外我想聽聽陳鑑林的說法 他在例子1那裡寫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脫述了 好嗎? 這也是報紙在這裏登 後來又很大爭議 我想大家可以有個機會 大家可以很清楚 最後一條問題 副專員 謝謝主席 城市基金所贊助的城市 絕大部份都是在一個很短的時空中舉行 譬如C1、C2、C3、C4 其實是一個半日的活動來的 所以我們也明白 很難要求城市主辦單位 就一個半日舉辦的項目 是招聘大量的長期工作 事實上如果他告訴我們 是招聘大量的長期工作 我們可能的質疑會更加大一些 這個我們是明白的 以城市基金贊助的城市 一般來說 那個舉行日期都是一至數日 我們一直都知道 我們做得出來製造就業的 只不過會是一些短時間 或者是臨時的職位 而且這些是一些本地的非牟利組織 實在他亦都是很難撥出一些 很多的人手 是專責去做某一個項目的 這個我們是知道 我們看回這個城市 C4 審計報告那裡 所以他提出大量極短的職位 我們是同意 因為這個根本就是城市的性質所限 至於製造的職位的數目 我們有沒有去檢測那裡 其實我們在廉署給我們的意見之中 都有提到我們是應該 在做過我們所謂實地觀察 on site inspection 的時候 是盡量要求那些城市主辦單位 是派的員工 是陪我們一起 陪我們的基金秘書處的工作人員 一起去檢查 去看看哪些是我們 他們自稱的 招募回來的 他們的受薪員工 我們這些在很多的城市 特別是舉辦不止一天的城市 我們是有做 亦都有請主辦單位的員工 是跟我們一起 但是有一些的城市 很短期的城市 他們的人手已經全部在職場 各有工作 的確他們是不能夠 騰空到人手給我們 但不等於我們基金的秘書處 不可以自己去看 究竟有多少人在 我相信審計署對我們的意見 就是我們除了派人去看之外 還可能是職場去問那些人 你是不是受薪 你受了多少薪 有沒有記錄給我們那類 這個我們也原則上是接受的 具體操作的時候 是否能夠做到 怎樣才做到最好呢 我們一定會盡力去做的 多謝主席 主席 如果這樣就有個問題在這裡 那為什麼審計署 沒有辦法拿到這些相關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 是不是沒有必要去申報呢 是不是 這是一個問題 秘書處 那你做什麼呢 是嗎 主席 多謝主席 秘書處收到的當然 在評核報告裡面 就是大家剛才也有指出的一些文件 譬如說 一個團體證實有多少人 是受聘於他們 然後去處理這個項目 去為這個項目出力 那這個是一個 城市申請人提交的一個文件 另外在那個 他們提交的審核報告裡面 他們也就著C1、C2、C3、C4 他們也有一個分項 他們有一個分項 他們有一個分項 多少獅子 會牽涉多少人 也都好像我剛才說 因為這個項目 畢竟它是一個 有一個紀錄 有一個 多少獅子 多少龍 多少麒麟 是牽涉的 我們都有一些客觀資料 我們都可以去看 我們因為 剛才說過 這些表演人員 或者受聘人員 由於他們的 薪金 或者居馬費 或者表演費 並不是 城市基金的撥款項目 因此我們就沒有去做一個 全面的要求單據 或者抽查單據 你會否覺得這也是一個漏洞 即使那些錢 並非由這個撥款所提供的 但這也會出現一個漏洞 譬如現在說沒有收據 或者有些人沒有做到 當有 當然他本身要承擔責任 譬如他要以超公訊 他要向公眾交代 但他未必要向你交代 但這也是一個漏洞 即是聖事變成醜事 便是大件事 對嗎? 本來是盛事 結果變成醜事 那怎麼辦呢? 是